这是用了物理储满 大概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现在看看 这是之前那盆粉玉 现在叶片上没有结崴的现象 最早的那批新叶 上面还有被红蜘蛛霍霍过的 一流的黄斑点 然后现在出的新叶上面 没有明显的斑点了 这边是那棵非常大的香叶 这是之前的叶片 这个还有比较明显的斑点 新出的这些叶片上已经没有了 而且在叶片的背面 仔细的观察 已经没有红蜘蛛了 这些也没有红蜘蛛了 之前密密麻麻的结网也没有了 这边的树莓 仔细观察观察也没有了 这边的树莓也是没有红蜘蛛的蜘蛛网 物理出卖驱逐剂 有些人说它是化学了 是 它是伴随着石油和煤矿 提取出来的矿物油 它的工作原理呢 是在红蜘蛛和牙虫的周身形成一层黏膜 把它给憋死 让红蜘蛛和牙虫窒息死亡 这个过程是通过物理的形式 窒息的 所以我们说是物理的形式来杀虫 那用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化学的 人和动物还是碳基生物呢 所以说你用这种形式说它是化学的 也是乌烟雨对 我们喝的水 H2O呢也是化学 现在这个就不太争论了 毕竟这个东西它没有农药的残留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消杀方法 但是它不会像农药一样形成一个长期的药效 也就是有红蜘蛛牙虫的时候你能消杀 没有的时候你喷了它 也起不到什么预防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用电动喷壶 喷我们的物理充满去除剂 也就是矿物油 对红蜘蛛的一个结果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吧